来吧数字转中文给你一个数字让你把它转成中文 这应该是每一个学开发的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呢都挑战过了这么一个函数 应该算是儿时的一个梦想不过写着写着把这个梦想的就变成了噩梦了 所以呢我们再一次来挑战一下啊 嗯这里呢有个约束就是传入的数字呢是万亿以下的正整数 为啥呢因为万亿以上呢我也不知道了不知道该咋读了 不过呢你搞定了万亿以下那么其他的呢只要你知道单位该咋读就能实现了 这里呢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该如何来分段 因为读这个中文吧他跟国外的习惯的不太一样 国外呢是喜欢三个数字和三个数字来分割是吧 在中文的不是这样的啊下面是个AI动给你生成的一些啊 不过这个生成的我看上去是有问题的12341234 我们中文的习惯呢是习惯于四位进行分割啊 我不知道你们啊我肯定是这样的 然后每四位的读法呢是完全一致的 你看这一部分的读法呢1234这边呢也是一样 只不过呢我们需要在这一段后面呢加上一个万字对吧 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搞定的呢 是要把这个数字啊进行四位四位的分割 那怎么来分割呢我们可以利用一个这么的表达式 把变成字符串然后呢来一个replace 这一块呢我就不过详细说了啊 这这么的表达式没什么好说的 来一个前瞻出现数字四位啊连续的四位数字 这四位数字呢有可能出现一次或多次 你看这里出现了两次了对吧 然后呢结束把这个出现四位数字的位置呢 替换成一个比方的逗号吧 然后呢放到一个结果里面 咱们打印看一下啊 行好你看这里是不是就输出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字符串呢 用逗号进行分割来一个split逗号分割 这样子呢就搞出来这么一个数组运行 然后呢这把数组里面那些空字不错给它去掉 来个filter啊不定传进去 这也别什么好说的啊运行 好那就完成了四位分割了 分割出来过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数组里面每一个四位 单独拎出来把它转换成中文 对吧所以我们这里拿一个循环 每一次循环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到这个四位的数字啊 对吧打印看一下啊运行 你看每四位的数字拿到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每四位的数字单独来进行转换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写个辅数 给我一个四位的数字啊这把问题简化了对吧 把一个长的数字变成了一个四位数字的传中文 你看这个问题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分割出来的 把复杂问题转换成简单问题 传入一个四位的字符串 然后呢拿到它的转换结果 所以说现在呢我们目光呢就集中在这个函数了 这个函数呢就被简化成了四位的数字字符串 如何来转换成中文 你说整个效果呢也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技巧 都是实大实特就是循环啊判断啊 用这些方式去起 这代码本身呢也不值钱 定一个变量定一个循环谁不会呢 凝基础的三天也就学会了 关键是在什么位置去定义变量 定义什么样的变量 定义什么样的函数 循环什么判断啥 这些才是真正值钱的 拿几k的程序员跟拿几十k的程序员 写的代码最终呢都没啥差别 都是那些东西 说白了还是思维值钱 不要培养开发的思维 你就一定要来看一看我们的大师课 这个大师课呢是完全免费的啊 来临续玩事了 大师课应该是你看过的所有教程里边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边 最大幅度提升你能力的课程 我在课程中呢使用了一些实战案例 告诉你遇到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 一般性的解决思路 该如何去分析 该如何去分解 当然这也只是大师课的其中一个部分 里面更多的还包含前段最重要最核心 也是最能够影响你薪资高低和职业发展的知识 像什么时间循环 留在些渲染原力 皇家的原力 原码优化 还有大量的核心比面试低 无论你是在哪个阶段 最应该先搞定的课程一定是大师课 还没有领导的同学呢 加屏幕上方的账号 找我的小助理 按照提示 领取即可 好 问题被简化成了这个了 那么只搞定四位就可以了 那四位又怎么搞定的 那就随便写一个吧 你是不是得一位一位拿出来 进行单独的读取 然后再拼接 对吧 所以说这一块呢也是一个循环 每循环一次 就可以拿到它其中的一个数字 然后呢把这个数字呢 转化成对应的中文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有一个映射了 一对应的中文是啥 二对应的中文是啥 对吧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使用一个数据结构 做一个数据就得了 把它给写好了 下标0的时候呢 就对应到0 下标1的时候呢 就对应到1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作为下标 然后取出对应的中文 所以呢我们用它来作为下标 去取什么呢 取MAP里边的东西 这样取出来呢 它就是对应的中文的 打印看一下这个C 咱们这里呢单独测试一下吧 把这个循环给它注视掉 单独来测试一下 全是封 是不是就把这些字符串啊 给它拼接起来 我们定义一个result 然后呢每次循环呢 给它拼接一下啊 最后呢我们return result 顺便打印一下吧 好运行 1234 但是现在呢没有单位 我们得把单位给它带上 那四位的数字单位有哪些呢 各位肯定不用读了吧 对吧 就是十百千 对不对 就这么三个单位 因此呢我们这里呢 可以写一个数字 叫unit 十百千 那这里第一个 为什么要用一个空字符串呢 主要是为了对齐 因为各位是不读的吧 所以各位呢 我们用一个空字符串来代替 那么接下来就要拼接单位了 我们需要得到这一位数字 它的单位是啥 你看都给写出来了 对吧 只要你方向确定了 你还都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那么这一刻呢 你要去找到当前这个i 跟那个这边对应的单位的下标 他们的关系 关系是啥呢 就这个 这个晚上呢你们下来自己去举些例子啊 就可以很快的找出这个规律是啥 非常简单 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取出单位了 所以说我们这一刻呢 再把这个单位呢 给它拼接上 好运行看一下 1234没啥问题 但是完美肯定还没完 因为中文读法里边啊 它有一个非常麻烦的地方 它就是个零不好处理 我们这里边没有零是吧 那零咋办呢 比方说这里写个零 看一下会不会有问题呢 运行 它变成这样了 1200零时 一时可以理解 二时可以理解 零时是啥东西啊 所以呢 当出现零的时候 那么零那个位置后边是不会带单位的 这中文的习惯 所以呢我们这一块还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说这个c 他读出来呢是一个零 那咋办呢 那要把这个u呢 要重新给他复制 是吧 那就不带单位了 因此呢给他复制为一个空字不串 保存 你看一下啊 运行 那么这样子呢就正确了 1200零次 没问题啊 是吧 但是呢还得考虑一下这种情况 那如果说这一块 出现了连续的两个零咋办呢 咱们要运行看一下 这变成了1000次的 而在中文的习惯里边 连续的两个零 或者是连续的多个零 应该怎么样 应该合并为一个零 是吧 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辅助方法 能够帮我们把连续的零呢 给他去掉 或者是合并 合并成一个 那么这个简单啊 写个辅助方法 就handle zero 给我一个字不串 我把字不串里边连续的零呢 变成一个零 一个替换就完事了 因此呢我们这里 当循环结束之后 我们对整个字不串呢 进行一个处理 把所有的连续的零呢 合并成一个零 保存你看一下 运行 1004 没问题了 对吧 然后我们试一下三位数呢 104 104 都没问题了 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 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习惯里边呢 还有一种习惯 就是当零是在末尾的时候呢 零就不读了 所以呢我们这里呢 在处理这个零的时候啊 除了替换连续的零之外 还要把末尾的零呢 给它去掉 因此再来一个replace 把末尾的零给它去掉 好保存运行 变成了100 再来一个1000 运行1000 那如果说这个零出现在前面呢 那读成了啥呢 就读成了零意识三 那你说这样的读法对吗 这样的读法呢 在单独看这个数字的时候呢 是不对的 但是呢 你放到了一个整体去看的话 是对的 为啥呢 因为这个transeform函数啊 它不是单独调用的 而是在分割的这幅串里边 每四位进行分割嘛 每四位每四位进行调用的 比方说当你遇到这样的数字 12340013 那么这个时候读法就完全正确的 123400143 对吧 所以说这个零呢 是要的 那一回说啊不对啊 那如果说这个0013在前面呢 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为啥呢 因为你传的是数字 数字前面能写的这么多零吗 是不是写不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也不用去处理了啊 也就目前呢 这个transeform函数啊 都已经完成了 能够完成正确的转换了 它能够完成的话 那就简单了 那么把它放到这个循环里边 每一次循环拿出四位数字 然后对这四位数字呢 进行转换 得到这么一个转换结果 咱们答应看一下 C好 你行 你看每四位是不是转换出来了 哎 答应多了是吧 这前面也有答应 把个答应取掉 你行 对吧 现在转换出来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接下来就要给每四位 加上一个单位呢 就是大单位 大单位呢 我们可以写上这么一个 big units 无非就是1和1 第一个四位呢 它也不带单位的 那么同理啊 我们这里得到单位 好 然后呢 打印一下这个C和这个U 运行 对吧 120万 对吧 好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字母算的凭借一下 C加上U 把这个result返回 看一下啊 目前这个数字呢 测试出来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我们还要多测试一下 那比方说是这种情况 中间这四位全是0 好 看一下运行 好 这样一来呢 你会发现出问题了 他读成了什么什么E 然后E后面 直接跟着一个万了 你知道吗 中间这个四个数字呢 他拿到的中文 是啥也没有 然后再拼接了这么一个万 对吧 他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于是呢 我们对这种情况呢 做一个单独处理 如果说你拿到这个数字啊 他啥也没有 那么呢 我就result呢 加上一个0 单位不要了 好 进行相似循环 好 运行看一下 这种情况是不是搞定的 对吧 多少多少 1 0 啥啥啥 那你这样写了过后呢 就会出现另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末尾也是四个0 运行 可以变成了连续的两个0了 那么这一块呢 还是比较好处理 因为我们之前呢 写过这么一个辅助函数 对吧 把末尾的多个0呢 可以把它去掉 运行 是不是搞定了 其他的 我没有去做太多的严格测试了啊 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 如果细节上呢 有一点差异的话 稍微处理一下也可以了 你有了这个函数过后呢 后续的很多事情呢 就可以做了 比方说 有的时候在财务的系统里边 我们可能更需要 把它转换成一个大写的数字 那么基于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完成了 比方说 我们可以习个函数 它说 2 big Chinese number 那这个玩意怎么做呢 那我们先就调用那个 2 Chinese number 先把它转换成 中文的数字 你看一下啊 然后呢 再基于这个数字 去找它对应的大写的文字 就完事了 咱们来一个意识关系 每一个小写的中文 对应一个大写的中文 接下来的事情还用说吧 来一个map 每一个小写的中文 转成大写的中文 然后再拼接在一起 好 弥香 到这里报错了 是因为这个玩意不是数字 不是数字的话 把它编成数字 好 弥香 就完事了 整个逻辑并不算很复杂 毕竟是我们曾经 刚学习程序的时候 遇到的一个困难 是吧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遗憾给它补上